熊艾森伊娜的这个充满希望的这一个网站的名称 那我们台中叫做育儿资源网 请教局长的是说 你能够掌握我们有多少人力资源吗 既然这是一个资源网 多少保姆愿意出来承担这个定点的零托 现在掌握多少人口 这是一个资源网 所以我请教我们有多少保姆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 多少保姆出来做这件事情 决定我们服务的品质会到哪里吗 所以当然我们很难苛责说 从4月份开始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家里议员跟我们六位议员 一直努力的要求的这个零托定点的这一件事情 终于已经开始上路了 但是既然我们叫做是这个育儿资源网 这个资源有多少应该先掌握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回答我 我希望会后我能够知道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叫做临时发生的意外状况 必须在三天前我们就预约 这是有一点调诡的说法了 因为事实上如果这个是意外发生的 我们可能三天前是没有办法先来预约 刚刚嘉宜院也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能够把它改成是一天 像局长刚刚讲到很多台北新北的状况 那如果讲到高雄他是在这个下班前 前一天的下班前五点我们预约的到的话都可以 只要他还有位置都可以预约的到 如果说我们这是一个方便上班妈妈跟这个家长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很好的机制的话 希望能够缩短这个三天预约这件事情 就是人力你要掌握多少三天预约你就可以变少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人力在目前 那另外我们要讲的是刚刚嘉宜员也讲到了 既然我们这个叫做一化嘛 就是智慧城市 我们这个跟不上这个名称啦 在其他县市他们还是用高雄啦 因为刚刚都讲到台北跟新北 高雄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因为他们在107年就做了 他每一区都有一个点 他将这个零托和夜间托和居家托 都在这个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你想要的答案或是你要执行的任务 这样子的一化网我们认为可以来做学习的范本啦 我们台中叫一化城市叫这个数位治理局 好像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发挥什么功能啦 所以这个我们感觉像是回到远古了啦 没有完全没有那个跟上时代的 那刚刚局长讲说要事办多久 局长说要到年底 那我想建议的是说 我们是不是每三个月检讨一次啦 到年底你已经啊好了 今年就这样结束了 明年就重新来过还是这样走 其实今年要好好的来检讨一下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走 我们还有还有很可能可以做得很好这件事情 所以这以上种种是我希望局长能够做到 如果是你会后给我回答 那我们陈淑华议员要继续谢谢 我想台中市可以开始来事办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希望在整体的配套上能够更符合这个家长的需求 那以本期自己来说 其实我们希望说 未来在据点 还有你收拖的时间 预约的方式 还有包括收拖幼儿的人数 都可以来做调整 因为目前看起来我们台中市的据点并不多 我们在收拖的时间也不够有弹性 也没有这个夜间收拖的部分 那我想其实对于爸爸妈妈来讲 这个临时托育就是解决他们在工作上 临时遇到状况 孩子有可以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托育人员来收拖 所以台中市又是一个高度 这个都会化的城市 局长我想肯定你开始 在我们几位议员的要求下来事办 也希望你从现在开始 来针对这个家长的需求来做调整 请局长 所以